其實很簡單 我們看一下那個賴神 媽祖聽到賴神聲音的時間 是2015年 就是馬政府還在執政的時候 顯然那時候的NCC 還是有自己獨立性的 一個公信力的單位 所以他們沒有對這則報導 有什麼特別的意見 這個剛剛聽完 召集人的說法之後 我突然有點汗言 因為過去九年多 在媒體裡面 從記者做到主播 可是其實我是念政治的 我沒有念過任何一天 你沒有新聞被 說起來我也是沒有新聞專業 還好過去沒有被查的 還好險好險 已經轉行了這樣子 其實很多親友 我們在從業的這個期間 會問我們一個問題 就說這個好像新聞 怎麼老是看到哪一類的新聞 我們沒有看到哪一類的 各個觀眾看法不同 常常會被親友問這樣的問題 我最常解釋就是說 電視台其實很像一個便利商店 進來的客人待的時間 不一定很長 可是我們要做的事情是 他進店的時候 他可以很快的買到他要的東西 就是說觀眾看新聞的時候 他不一定看得很長 可是他停留了5分鐘 10分鐘 20分鐘裡面 他可以看到他要的訊息 為什麼很像便利商店 特殊的季節 比如說草莓季 我們會把賣的特別好的商品 擺在貨架上 可能一整面牆 都賣草莓季的商品 消費者進到便利商店來 他待的時間不長 可是很快的可以買到草莓商品 他就離店了 同樣的規格就是 現在韓國瑜是一個很夯的話題 所以他在主要的黃金時段 有相當的篇幅 就是收視率導向 大家可能會說 收視率有的人 現在在看的觀眾朋友可能說 我沒有想看韓國瑜 那你不想看韓國瑜 有沒有人想看 我舉一個這個我常說 我不負責任的田野調查 我有很多支持者 都是貴節目的忠實觀眾 我像今天早上去會堪 在大安區遇到了七組民眾 其中有六組人 跟我含喧完之後 下一句話 不是問韓國瑜什麼時候 宣布選總統 就是說韓國瑜最近好不好 韓國瑜有沒有要選總統 韓國瑜身體好不好 但是大家都關心韓國瑜 所以我們有沒有必要在新聞裡面 呈現有關於韓市長的新聞篇幅 我覺得這個答案是很明顯 不用討論的 任何商業電視台 都有它的收視導向 所以它自然有權利 依照觀眾的需求 去做它新聞上面的配置 NCC如果要把這隻手伸進來的時候 就會顯得很骯髒 很醜陋 剛剛前面幾位都已經談過 關於這個火雲翔龍之種種 還有這個小鷹鑄導 天空灑下聖光 其實觀眾朋友如果有空的話 可以在這個搜尋引擎打 蔡英文 空閣 帝王 就會出現非常非常多 類似火雲翔龍這樣子的報導 可是過去有沒有任何一家電視台 或是報章雜誌因此受罰 其實真的都沒有 而這些報導大量出現 都在2016年之前 也就是說蔡英文還沒有執政 還是馬政府的時候 所以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那個時候的NCC 還是一個有公信力的獨立機關 所以他會認為說 這些新聞的呈現 就是反映了部分收視群眾的需求 所以他們不會特別對此做出採訪 我跟大家分享隨便再找一個 這個講蔡英文總統能不能當選 蘋果日報的分析是說 他的父親的祖墳有帝王格局 然後南部的祖墳有 禮龍血脈發光 然後整修的時候 跑出了三條蛇是帝王之巷 當時就有這樣的報導 點閱率也滿高的 有沒有被罰 沒有 剛剛一華姐也講過 柯市長上任的時候 那時候我還是市府的記者 2015年的時候 也是馬政府執政 柯文哲的報導篇幅這麼多 有沒有哪一家電視台因此受罰 沒有 因為柯文哲那時候是話題人物 確實有這樣的需求 那時候柯文哲的報導多到 曾經有長輩說 是不是他喝水噎到 走路跌倒你們都要做新聞 還真的 走路跌倒要做新聞 他有一次去市跑道的時候 一個兩槍打倒 各大電視台都做了 而且不斷的反覆播送 沒有問題 因為觀眾有這樣的需求 商業電視台 本來就會呈現這樣的事情 所以NCC要罰不是問題 但是你有沒有拿出一個 扶重的理由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這一次好像有罰一則新聞 是說盯場這件事情 就是梁陽大使盯場 NCC開罰的理由是說 大使沒有盯場 可是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第一 大使有沒有全程在現場 第二 大使有沒有傳簡訊 叫同仁去了解通路的問題 這兩個答案的回答 都是肯定的 關於盯場有沒有負面的解釋 難道是由NCC來界定嗎 顯然不是 所以NCC如果拿這個理由 來做開罰的原因的話 完全沒有辦法扶重 再說一次 過去做媒體的人 看到NCC沉淪至此 都會覺得雙倍的心痛 因為我們很擔心有一天 會不會打開電視台 只能看到賴清德 跟蔡英文的火雲相龍 不能看到其他人的鳳凰展翅了 最喜歡舉鄭南榮的例子 說他是捍衛思想言論新聞的自由 最喜歡把他當成一個典範 但是我們看到 民進黨一旦執政以後 他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思想言論的自由 我看到蘇貞昌跟他的 所有的同伴 這一次所演的這場戲 非常的接近袁世凱 當時的稱帝的這場戲 我覺得是一個套好的 所以蘇貞昌可以媲美今天的 過去的袁世凱 我們看袁世凱 國父革命好不容易成功了 成功了以後 袁世凱想稱帝 先有一個籌安會 再弄一個請宴團 然後浩浩蕩蕩的 就讓他稱帝了 就終結了好不容易追求的 中國的自由民主 那蘇貞昌他們的整個 要開始前論我們的言論 新聞自由的時候 他先演了這樣一場戲 我把他整個串連起來 之前他先有這個 管碧玲 林俊憲 葉怡君等這些立委 先召開記者會 在臉書上痛批NCC 痛批 痛批完了以後 在立法院裡面 他們就開始質詢 這個蘇貞昌 裡面有林俊憲 還有一個 另外一個叫做鄭寶欽 就開始質詢蘇貞昌 蘇貞昌說我管不著 這個NCC什麼都沒作為 就開始批評 批評完了以後 再過幾天 3月22號 有一個台大的學生 一個台大的學生 突然間跑去學生會 說要抗議 說要拒看中天 要發起公投運動 拒看中天 台大學生會跟他說 人家看什麼節目 是基本的權利 要看跟不看 你怎麼可以限制 別人不能看什麼節目 這個學生會說不可以這樣做 那麼這個學生說 我要發動公投 接著又安排一個 到目前為止 說有一位正大的學生 跑去學生餐廳 然後看到有一位 校外的不明人士 然後一進去以後 就把那個正大的學生餐廳的電視 轉到中天 轉完以後就走 這個很奇怪 這個記者剛好在場 然後就剛好看到這個正大的學生 可是沒有講這個正大學生的名字 因為正大的學生就說 就把他調為公事不看中天 可是當時很多人在看中天 他也不考慮消費者的權益 他自己就把中天就關掉了 好 這個新聞就這樣子 馬上就開始撲出來了 撲出來以後 這一次NCC立刻開會 開會裡面有一條 就是有台大的學生 正大的學生 發動劇看這個中天 你想想看 像不像一場肥皂劇 就是很像袁世凱的這個 稱帝的時候搞的情宴團 也就是說整個把它玩完 先由立法委員召開記者會 在國會裡面質詢 蘇貞昌動怒 然後NCC說我要堅持中立 然後再搞一個學生 學生幾個學生 然後搞運動 台大學生三萬六千多人 正大學生一萬六千多人 結果搞成一兩個學生就開始搞 搞完以後NCC就用這些理由 開始要對於中天要下手了 這個一場戲演完了要下手 可是要下手 我們就會覺得說 這個手下的也實在太怪了 因為從第一條到最後一條 沒有一個站得住腳 所有的新聞人看了 都覺得沒辦法理解 佩奇說他學政治了 他不是學新聞專業 他不能夠在電視台工作 當然他可以在電視台工作 因為當他跑輔會新聞的時候 就是要他的新聞專業 跑經濟新聞的時候 就是要他的經濟專業 跑醫療新聞的時候 就是要他的醫療專業 我覺得如本來電視台 在或是新聞裡面 我們報導各種 不同的專業的時候 我們需要各種 不同的專業的人士 跟專業的知識 進入這個地方裡面 我們來工作 然後按照新聞的格式 把它表現出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基本的道理 但是問題就在於 他就開始講到說比例原則 我們剛剛一直在強調 比例原則 我就記得318學院的時候 就太陽花學院一個月 那個時候所有的新聞 幾乎都是蓋台 從早到晚都在播318 而318學院對國民黨的政權的衝擊 是非常的大 是會動搖到國民黨 能不能繼續執政 可是我也沒有看到 國民黨的NCC 所以NCC在當時 確定不是屬於國民黨的 也就是NCC保持中立 沒有對任何一個電視台 從早到晚在播太陽花學院開法 沒有 沒有一個 沒有一家被開法 但是問題就在於 國民黨為什麼不去動NCC 因為國民黨 他要守住一個原則 NCC是獨立的單位 他的手不能伸進去 所以我們即使看到 國民黨無能懦弱 可是他還知道 這個手不能伸進去 可是問題就是民進黨厲害 民進黨每天嘴巴講 新聞自由 思想自由 言論自由是必須要絕對保障的 但是他可以守 可以伸到NCC 他可以進去管 然後他可以進去管 問題就在於 請問一下 民視一直支持台獨 他有政治立場管不管 三立一直支持綠營 他有政治立場管不管 我們再看看國外的例子 例如說 巴黎發生的查理週刊的事件 查理週刊是反權威的 反政治權威 反宗教權威 可是法國政府不會進去管 福克斯挺右派的 美國政府不會進去管 日本的產經新聞 挺軍國主義的 挺右派的 日本政府也不會進去管 但是我們的NCC 可以去管一個 為台灣的民眾磨幸福 我們是為台灣的民眾 去爭取最大利益的 我們要讓台灣的民眾 過好日子的中天 他要去管 這點很厲害 所以我覺得孰可忍 孰不可忍 我覺得一個國家的通訊委員會 拿的是人民的納稅錢 不可以為政黨服務 新聞智力只有20幾年 在我們這個圈子算是菜鳥 所以請大家包含 請大家不要去Google 你是新聞專業 不敢 不敢 請大家不要Google我 你有沒有新聞專業 因為我的學經理很那個 我也不是要針對 哪個啦 我也不是要針對 洪真林這個委員 我是要跟我們聊天室的 2萬多 甚至3萬的土包子報告一下 新聞專業其實應該可以分兩部分 一個就是實務跟理論 你很難在我們這個圈子看到 百年難得一見的新聞專業奇才 他理論也很厲害 實務也很厲害 那是不可能 因為如果太偏理論 你的實務就會偏廢 反之亦然 那很難兼顧 我舉個解例 譬如說SOT是什麼 你會做STEM嗎 你會做SNG連線嗎 那VS是什麼 上上VS是什麼 不過我講這些 大家聽不懂沒關係 聽不懂真的 因為書業有專攻 那我也不是要用這些東西 去反問NCC這位 不是這樣子 因為如果依照愛與包容 我們應該是互相尊重 而不是互相的質疑 你看中天代表被問這個 主持人你知道 我們觀眾朋友要了解 你要代表一個這麼大的 這個新聞台去NCC開會 我跟他報告 我還沒有代表 我還沒有資格去NCC開過會 所以如果我是中天代表 當你這樣問我的時候 我會跟他說 我今天能夠代表中天來NCC開會 這個就是我的新聞專業 那多難 你這樣去質疑他 我覺得NCC的洪委員 你欠中天代表一個道歉 你質疑我的新聞專業 我沒有要質疑你 你這樣去懷疑我會有點寒殘效應 我跟大家講個笑話 這是我昨天去錄龍捲風 我們2300的來賓 大家注意一下 韓濱兄 吳子嘉 張有華 這三個都是陳菊的被告 被告 謝宏街的官司也很多 林國慶的官司也很多 你看陳菊他去提告 當然他們三個也不怕 你告他他就等著開庭 大家要法庭上見 但是這個東西 其實你說會不會有影響 我認為會 我跟大家講實話 我也被陳菊告過 跑地監署很煩你知道 真的是莫名其妙 你不去又不行 因為我是被告 陳菊告我就是被告 所以這個東西對媒體有寒殘 你說裁判有沒有 我認為會有 當然中天新聞不可能這樣被 這樣就被擊垮那太好笑了 你罰他 我該打的行政救濟行政訴訟我照打 但是如果因為這樣子 我就去改變我的新聞編採的那方 那就不可能 所以NCC的這個 他陷阱你一個月內要給他交代 那交代我們就照程序去走 但是不會因為 我的重點是不會因為這樣而退縮 我的結論 這是韓市長講的 他說韓流是民心加民怨 民心加民怨 可能是大家對他講的話 有同感跟有共鳴 所以反應在民調上 我們最近很久沒談民調 因為民調其實韓國瑜還是領先 民心加民怨 我借用韓市長的話 韓流是民心加民怨 因為大家有同感有共鳴 才會反映在收視率上 才會反映在我們深喉嚨的聊天室 為什麼我們聊天室上面的土包子 是2萬多3萬多 為什麼其他台是幾千人 為什麼 難道這些土包子是 有拿到500塊嗎 還是拿到便當 沒有 是大家主動來 是因為你有同感有共鳴 那這些東西是強迫不來的 是民心加民怨 為什麼韓流沒有退 因為問題還沒解決 找選舉找就選完選 還四個月了 1、2、4投票 現在幾號了 都3月28了 即使已經 韓流應該要退沒有退 那是因為大家的同感跟共鳴 還在 每天都在會 都要不再多 那個人